关系 我表哥之前跟他女朋友 都已经订婚了 然后我和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碰上我表哥的女朋友 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 就从外面吃饭 然后他可坐不住了 不是 你这个事怎么能叫我破坏 你跟你亲戚关系呢 我这叫促进 你跟你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 不是 你这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俩七夕节的时候 我俩出去吃饭 七夕 七夕是个什么节 就是中国情人节 没有 这叫奇巧节 牛郎之女相会的日子 对 牛郎之女 不是年就见一回吗 你也希望你一年就见他一回是吧 不是 然后我们俩就出去吃饭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天我们在那个饭店 看见他表哥那个未婚妻 跟另一个男的在那 说说笑笑地在那吃饭 这没什么呀 这怎么没什么 关键是后来我跟他表哥 他们说了之后 他表哥还不知道这事啊 你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我约颜老师去吃个饭 恰恰感到了七夕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七夕不是个节 二月十四对我来说也不是个节 没什么呀 同事之间吃个饭怎么了 那关键是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觉得很特殊 没什么 你觉得特殊 我没觉得特殊啊 但是大家都觉得很特殊 可能老师 你不过年轻人的那个 对对对 这句话我同意 聊下去 对对 聊得下去 聊得下去 确实我们有代沟 主要是你说在七夕节 跟别的男的 说说笑笑的吃饭 然后还男朋友还不知道这个事 那我肯定得告诉他们啊 要不然马上都结婚了呢 那让你表哥蒙在鼓里结婚吗 那你表哥多可怜呀 不是 他表哥怎么就可怜了 那他表哥就是被绿了 说了 管跟我表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情有可怜 但是就他现在已经搞得 我全家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多少人都感觉 我表哥女朋友出轨了 那你现在即使两个人 没什么事情 你也搞得人家 不好再在一起了 脚后黄了 嗯 万一要是个误会呢 姑娘 不是呢 后来就证明了不是误会 因为要是误会 我就算说了 人家俩也不会分手呀 对不对 这真指不定就是个误会 我跟你说 不是每一个年轻人 都过那个节的 因为你们年轻人过节 你们讨个极力的口彩 行不行啊 牛郎之女一年就会一次 你们想长长久久 就每年只见一宿是吗 傻不傻的 这真给人拆了 不是我给人拆了 是后来他表哥 跟他女朋友 他们两个人去吵去问了 然后后来两个人 这可不是心有芥蒂了吗 关键这个事 他女朋友办得也不对 在这个日子跟别人吃饭 你不知道事实是什么呀 关键他表哥去问了嘛 那后来呢肯定是有事 你也不知道他表哥 是怎么问的 我在信任一个人 和我怀疑一个人的时候 问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我要是没看见也就算了 我要是看见的话 我肯定得说 要不然的话 我总不能让人家就是 你说你也得分方法 至少应该先跟你表嫂 那天上去打个招呼啊 嫂子你在这儿呢 你问清楚嘛 太多的处理方法呀 我觉得广告我表哥 其实也还好 现在我亲戚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就这事结也没法结了 他现在过来把这个事 都推到我头上 当时我俩看见的时候 我想着上去问了 是他就说 你就装没看见 你就当没看见 非要给我拉走的 对 人家没看见 不就不说了吗 那他不让我问那个女生 我就得去问表哥了吗 哎呀 这个事 确实处理得欠妥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咱也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 这个我现在理解了 还有别的吗 小伙子 我现在最接受不了的是 他现在已经影响到 我正常工作了 我们总监带我出差 出差回来以后 报销款就打在我账上了 然后我们领导就跟我说 这个钱先放你这儿 回来等过一天 我再找你来要 这事我回去跟他说了 有因果钱都他管吗 他也没问我 就直接跟那个总监打电话 就说那个钱都在他那儿呢 如果以后有需要 就直接找他要 这没什么问题 那你钱本来就是我管啊 我就让你总监直接找我了呀 而且我觉得你总监那个人 他就是想让你帮他藏私房钱 他老婆又那么凶 以后他老婆发现了 有你好果子吃吗 我这不也是为了替你担着点吗 你这只是猜测 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藏私房钱呀 管你这只是你自己意为的是 太可怕了 我一开始听着可笑 听到后来我就觉得缺点教养 你不能怪小伙子怕你 你看你弄得等于单位里头 这个就算完了嘛 朋友圈里也臭了 亲戚圈里就好管闲事嘛 我承认我有些事情可能确实是 就是做的方法不太对 但是他可以跟我说呀 但是他现在就是他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不是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 你只是我的女朋友 你又不是我闺女 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 根本就不相识在一起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 你们俩是应该不在一起呀 伤人吗 我这么说话 伤人 我可知道 你不是一直就这么干的吗 我这不就学的你吗 但是我也 你给他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我是为了他好啊 所以我才直接说给你啊 你说我这话混账不混账 我自己都觉得这话混账 哪有这么说人小姑娘的 哪有这么劝人 年轻人就分开的 这不都是你干的事吗 我就给你比划一下 你就是这么来的 那我做的事情确实是 有的时候就是结果不是很好 但是我初心是好的 我都是为了他好 没看出来你初心是好的 你从来没替他想过 你只考虑自己爽不爽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因为我跟你年龄上有代沟